內地政府的目標是維持經濟穩定 不會大幅提高刺激經濟的力度 但我們認為房地產的表現將會超出預期 其次一線城市的房地產銷量大約上升40% 沒有降溫跡象 而這些城市仍是房地產發展商的主要發展地區 最後房地產發展商透過境內債券市場融資的渠道 在近幾個月有所改善 特別是對於能夠發行美元債的發展商 這有助維持發展商財務結構的穩定性 基金對優質房地產企業持偏高比重 是基金回報的主要動力 因此我們將繼續維持房地產行業的偏高部署 另外我們認為中國將增加經濟刺激措施 特別在房地產業 這些將在2019年下半年成為支持亞洲債券市場的主要因素 並且既然傳道指崎的環境 尤其是外國階? 同時的是正確保的財政 也將市民防垃圾 有陽光也有頭到封面